特首候選人梁振英涉嫌在十年前西九概念規劃比賽中 身為評審委員和其中一間參賽公司有利益衝突 立法會專責調查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 討論調查的程序和範疇等 有議員認為應該傳召證人必須出席聆訊 是你梁振英的辦公室那天就寫了一封信給主席 又要求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重選 第二就說我們不應該在3月25日之前就寧訊 都被交包括是否傳召他拿人家來這裡先 如果他可以寫完就你不要叫我一點 如果你邀請他就不會來了 委員會預料3月17日會先傳召政府官員作證 包括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 秘書長楊立門 當時任規劃地政局局長的曾俊華 而3月20日將會傳召梁振英 其他證人包括涉及事件的馬來西亞建築師 楊經文等 有議員擔心梁振英一旦當選特首會拒絕出席聆訊 上次沙士查的時候 部分委員想傳召董先生 事任特首 特首辦就說 這是體制問題 就不會來立法會 那我們對後任行政長官 因為梁先生有可能是選到的 那我們對後任行政長官 又應該作何準備 怎樣去處理呢 委員會主席葉國謙認為 以上的情況未必適用於後任行政長官 因為在現時有關我們的基本法庫 或者現有法律上 都並沒有說一個用後任的用詞 說這些是可以有被擴免來不了 等等這些安排 當然我們在這一點上 法律顧問都會 因為有議員提及現任行政長官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另一個問題考慮 委員會計劃用六星期向證人取證 用八星期討論和敲定報告內容 預料六月底將報告提交立法會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偉報導